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 本来今天想休息一天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周讲的概率问题 好像大家还有些问题是有争议 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争议解决掉 我也算是小加个班 我看了评论主要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关于在牛市期间 傻子也能挣钱的一个问题 就是概率问题 傻子挣钱的概率也是大于50%的 这个大家有些人表示不理解 另外就是那个冰箱的问题 冰箱的问题 我简单描述一下 就是我这有两个冰箱 第一个是第一个冰箱 第二个是第二个冰箱 那么我现在假设第一个冰箱里有30 有30个可乐 第二个冰箱里有31个可乐 我每天随机取一个可乐 在冰箱里 但如果你比如说第一个冰箱取完了 那我发现第一个没有 我就去第二个冰箱里取 就变成了第二个冰箱里就变成了一个百分之百 而不是百分之50 那么如果第二个冰箱取完了也一样 我就问你花了60天以后 我应该取了60个冰箱 对吧 60个可乐 现在就剩一瓶可乐了 我就问你 这一瓶可乐在第二个冰箱里的概率是多少 很多人觉得是61分之31 是绝对不是的 我们来讲一讲 好好算一算这个问题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牛市里傻子也能赚钱 那么它这个原问题 其实是我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就不用这个杀人案来做例子了 现在假设就是我们有850瓶可口可乐 850个Cokes 有150瓶这个Pepsi 我把标签都取掉 找一个人来尝 假设这个人的错误率 这个错误率是20% 我问你 他如果尝出来 他认为是百事可乐 而实际上是百事可乐的概率是多少 有没有超过50% 对吧 就这样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上周算过这个问题 就是即使你有只有20%的错误率 也就是说即使是你有80%的把握 当你认为这个尝的是百事可乐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下 也有更高的可能性是可口可乐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先把这个原问题分析清楚了 关于这个牛市傻子挣钱的问题 其实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再重新再推导一遍这个问题 还是有20%的错误率 我们注意就是20%错误率 如果我拿到的是这个150的这个百事可乐 根据20%的错误率 我怎么样我会有120是对的 对吧 120我认为是pepsi 对吧 150乘以80是120 剩下的30 我认为是coke就尝错了 对吧 那对于 那对于如果我拿的就是这个850瓶的可口可乐里面呢 它是如果我正确 如果我这个正确是850乘以80%是690 我认为是cokes 690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 690这是 那这边呢 你其实做个减法就可以 就850减去690是170 不好意思 我记错了这个数字 这个应该是680 我是凭记忆的 没有现算 680 cokes 而这个是170 是pepsi 也就是 也就是 这个680的情况 是我猜对了 或者尝对了 170的情况 是我尝错了 那么我们说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尝出来认为是百事可乐 那么 那么这两种就cancel掉了 对吧 这两种就不存在了 一共有107加120 等于290种可能 对吗 它原来是可口可乐 是170种可能 对吗 也就是 所以说你认为是百事可乐 而实际是可口可乐的概率是多少 是107除以290 约等于59% 而相应的 这个你认为是百事可乐的概率是120除以290 就约等于41% 也就是说在默认的概率不均等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默认的 这个我们讲过这个base rate 大家如果不清楚这个base rate的话 或者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期 可以去看我们上周二的 这个关于概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边有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我在这就不解释了 为了对老观众负责 不花时间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你尝出来 你认为是 你认为是这个pepsi 你说的是 it's pepsi 但实际上 真正的pepsi 只有这个41%的概率 也就是你错的概率 是比你对的概率要大的 你别看实际上你错是20% 好 这个问题理解的话 我们就在讲这个股市的熊牛的问题 我特意要并列写 因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假设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有一千只股票 一千只股票 有85%涨 15%跌 然后傻子 然后我们有傻子 有个傻子 他这个判断股票的正确率是20% 或者说错误率80%吧 还是正确率吧 正确率 我现在就问你这个傻子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他要买一个他认为的这个好股票 他认为买能涨的股票 他赚钱的概率是多少 其实是59% 和这个问题一模一样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 很显然的 一千只股票 有850支是涨的 有150支是跌的 对吗 和这个是一样的 其实是 同样的850个涨里面 我是个傻子 有 680支股票 我认为他是会跌 因为我是傻子 因为 然后同时的 我有170支股票 认为他会涨 20% 就20%的正确率 对吗 同样的这150里面我应该是30个 我认为他是跌 120我认为他会涨 对吗 那么现在我就要想买涨的 对吧 我这个傻子想买涨的 涨的那么跌的 就我不会考虑 对吧 我认为他跌的不会考虑 注意一下 这是我认为的 第二行都是认为的 也就不一定是事实 第二行都是判断 这个 那同样的 一共有290种可能 对吗 我真正买了 这个真的涨的是多少种可能 是170除以290 等于59% 对吗 也就是我一个傻子 我在牛市里 我照样我赚钱的概率 是可以大于我赔钱的概率的 其实我只有20%的正确率 所以说 这个赚钱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本事 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分析的 其实 那其他的量化分析是和这个问题一模一样的 我特意想讲这个问题的问题 就是你发现吗 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多观众好像是理解了这个问题 但就理解了可乐这个问题 但没有理解这个股票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数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你要有这个抽象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其实很多问题是一个问题 你在数学里知道吗 或者我们说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是两个苹果 你可不要问你一个橘子加一个橘子 你就不会算了 或者你认为等于三个橘子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在数学里你要能把这个问题能抽象出来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算你没有抽象能力 还可以用一个极限的思路 有一个极限思想 你就想一想 如果是100%涨的 对吧 你是不是即使20%的正确率 你也一定能买到涨的股票 就是你铁赚钱 对吧 如果100%跌呢 你即使100%的正确率 你是个股神 进去也跌 对吧 其实你可以推到一个极限 也可以考虑这个情况 也是可以得到的这样机构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讲完了 接着我们就讲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更有意思的 而且我在我讲完 包括看到这个观众评论以后 我也就做了一些更深刻的思考 可以说是 或者说我把这个概率算了一下 首先我要说的是 这冰箱这个问题的概率 我们是可以求到这个 精确解或者理论解 但是算不出来 这个计算量太大了 计算机需要用计算 我目前的这个理解 需要用地规的这个算法去算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也抛砖引玉 首先我的结论肯定是对的 但是不一定是最佳方法 还是有两个冰箱 两个冰箱 一个有30瓶可乐 一个有31瓶可乐 我每天随机拿可乐 我就问你第60天的时候 拿了60瓶 最后一瓶在F2的概率是多少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具体的细节 我也就不再赘述了 说了好多遍了 对吧 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 很多人没有理解 就是如果我运气好 我就是如果巧了 你我前30天全在F1里拿了 那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就是第30天的时候 我是可能知道 我一定在F2里的 就这个问题变成100%了 如果第30天的时候 同样的第31天 如果是F2拿了一瓶 F1拿了30瓶 这个游戏同样结束了 它并不一定是在最后一天结束的 知道吗 或者说就从概率上讲 这里面的可乐和这里面的可乐 概率不等价 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逻辑 那简单的 我们就再说一下这个问题 除了我刚才讲的 这个数学思想 一个是抽象 一个是推斥极限 还有一个思想就是 当你想不完 还有一个思想就是 当你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你去考虑简单的情况 我现在假设 这里面是一 这里面是一个 这里面是一个可乐 这里面是两个可乐 Cokes 然后我过两天 我就问你在这里面是多少 那根据这个理论 应该是应该是三分之二 对吧 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用没举法 用没举法算一算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看 首先如果我在第一天 这个我在F1里拿了 是不是游戏直接结束 Game over 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F2一定是可以留到最后的 这一盒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第一个是在这的话 你下一个第二天 你只能在这了 就不是50%了 是100%了 对吧 所以说首先我们先记着 就是你有50%的概率 我们现在有50%的概率 是对的是吧 是符合我们这情况的 那么再看 如果是第一天拿到这个 这是50% 对吧 这是50%的概率 那么第二天 是不是F1和F2的概率是均等的 是50%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 我留在F2的概率 应该是50%的平方 是25% 对吧 所以说应该是50%加25%等于75% 或者你说3分之3 这才是正确答案 这才是正确答案 这个2分之2是完全错误的 你如果不理解的话 你再去画一个这个图 你就拿一个和两个的来算 算两天的 这个最简单 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 这个东西问题的通向 这个一般情况该怎么解 我用的是这样一种逆向递推 所以就首先我令 令 P N X1 X2 这个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 DN甜 DN甜 你就是拿了N个以后 拿了N个以后 F1 剩 X1 Coke F2 剩 X2 Coke 概率 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记号 或者是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要问的是什么呀 就是 P60 0 0 1 等于多少 我们 我们这个问题就是问的P60 01等于多少 首先我们观察这个记号有什么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 则 则这个P0 C1 C2 是不是一定等于1 假设这个C1就是我们30 C2就是31 也就是我们初始的这个可乐分分布情况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是100%确立的 这是一定存在的 等于1 同样的如果我给你改一个哈 比如等于 C2加1 怎么样 这个式的 这个P是不是就等于0了 没有这个事情吗 或者我们再 说一个全部的情况就是 P0 然后我加一个哈 if 这个 X1 不等于 C1 or X2 不等于C2 都等于0 因为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还没开始拿呢 肯定是我们原来的情况 一定是一个是C1 一个是C2 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考虑 我们现在就考虑三种情况 就是 X1等于0 X2等于0 或者是 X1 X2 皆不为0 如果 X1等于0 我们应该有什么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P可以写成什么 我们P可以写成这个P N 0 X2 对吧 它等于什么 想一想 就是 这现在已经是0了 它的上一步 我们想它上一步 就是昨天 有可能是 0 X2加1 对吧 也就是昨天也是0 昨天早就被拿没了 这个第一个冰箱 那我只能拿了第二个冰箱 这个情况是100%的出现的 对吧 那或者是 昨天是 这边是1 这边是X2 我结果巧了 我把这个1给拿走了 拿没了 这个情况是50% 对吗 所以说这个 P N0 X2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P N-1 昨天 0 X2 加1 1 加1 2 P N-1 1 X2 对吗 因为这个里面还有50%的概率是 变成了 1 X2-1 而我们现在情况是0X2 所以说只能拿50%的概率 对吗 类似的哈 你想想如果X2等于0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 P N X1 0 等于 P N-1 然后 X1 加1 0 加上 1 over 2 P N-1 X1 1 对吗 这个很好理解应该是哈 如果不等于0哈 那就肯定是大于0哈 我们这个情况不可能拿成负的哈 那考虑考虑这个 P N X1 X2 它应该等于什么 想一想 是不是等于 1 over 2 P N-1 大家注意哈 这P N-1就是昨天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倒推的哈 是从最后一天往前推 才能推出来 不然你推不好推的 就是X1加1 X2 啊 加上 P N-1 啊 X1 X2 加1 再把这个扩起来哈 这两个都是二分之一 对吗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上你要用什么 通过recursion就是地规的方法去解哈 去用这个通向公式哈 从这个P601一直往前等P60 01 就应该等于什么呀 应该等于P 59 02 加上二分之一的 P 59 1 1 1 对吗 然后再把它再等于P58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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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写下来这 这个计算量大家可以想象到哈 非常非常大 我就不在这写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 刚才那个最简单的情况 就是 一个哈 这个假设我现在这个不是30了 假设我现在就是 1和 假设我现在就是1和2的情况哈 就是我现在就是三瓶可乐哈 这边是一瓶 这边是两瓶 我问你过了两天 我拿两瓶以后哈 最后剩在F2的概率 我们记得是四分之三 对吗 那么我就用这个方法去解 那么这个P 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什么呀 P2 01 对吧 那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P 1 02 加上 二分之一 P 1 1 一 对吧 P102 其实已经出来了哈 也就是这个地规呢 只要一旦有一个是0哈 一个是0 怎么样 直接就用二分之一的这个N次密去求解 对吧 这个概率或者是到做到P1 哈 基本就两种哈 就把它是无限的这样地规哈 它这个就是百分之五十嘛 你就拿了一个哈 随机拿的是吧 这是二分之一 那这个同样的这个P11是二分之一 对吧 就是二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 等于 四分之三哈 这这才是正确的解法哈 并且哈用这个方法我也算了算哈 再往下加哈 这个如果是这个P P 呃 401 那么很简单这个P401 我就是要从这个 2和3哈 2和3开始算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 等于 16分之9哈 P 601哈 同样的哈 也要把那个东西都加 同样的也要把这个可乐原始的书面都加的话哈 它等于这个 三十二分之二十一哈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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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哈 这个东西你不是很容易找到通向的哈 我没有找到通向 而且我估计啊 各位可能也找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哈 就是可以去算一算哈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 就可以看到我认为哈 我观众的这个质量还可以 而且应该是有统计专业的哈 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是没那么容易想明白 这就是概率的乐趣概率的妙处 但是这个概率如果你觉得一个问题你想明白 比较复杂比较绕怎么办 就像我说的哈 一考虑最简单的情况 我三十三十一不好考虑 我考虑一和二还不好考虑吗 对吧 第二个思路就是美举哈 概率论的时候 美举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就是最笨的办法 很有可能让你发现这个事情的本质 我觉得基本上讲明白了哈 所以说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其实讲的这些例子哈 很重要一点 还是我再讲一些这个数学的方法论 或者思路哈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要有抽象的能力 也就是把不同的问题你能抓住它本质哈 它可能是一个问题 对吧 这是第一个是抽象的能力 第二个是推到极限的能力哈 也就是一个问题 你如果不好考虑它对不对哈 你考虑考虑它这个极限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哈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哈 这个 Homo的问题 这个虽然有点政治不正确哈 但是我就是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哈 就是这个同性恋它有个什么问题啊 我 我觉得 首先哈我要正说明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歧视 没有任何不想好的想法哈 但是我总觉得你说这个同性恋哈 它有点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在生物学上哈 不对称 什么叫生物学上不对称 就是你两个同性恋没有办法通过比较正常的方法生孩子 对吧 也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同性恋好或者是正常的话哈 异性恋也正常 同性恋也正常 对吧 你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混乱着你看不出来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百分之百是Homo 什么结果 人类灭绝了 对吧 人类灭绝了 它这个生物学或者生殖上这个是不对称的哈 这个所以说我认为你说 我可以做到说这个不歧视呀 或者是说我认为这个Homo不是他们的错呀 但是你说这个Homo就是对 正代表自然的秩序哈 我是很难理解哈 我是很难理解的 这也是我通过这个推到极限的方法考虑的这个问题 当然了 只是我的观点哈 不不一定对 而且说实话 我只敢用中文说这些事 我要用英文说这些事 啊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第三点我们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太复杂 你去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哈 考虑最简单的情况 第四个就是针对概率论的哈 概率论的很多问题 你如果想要明白 你就 简单的这个画图每举哈 一个一个数 把它数出来 把它情况数出来 就可以哈 一般来说都不会犯什么太大的错误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 如果有什么想法以及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